大家好,IG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黑暗荣耀在2022年底一上线就展现出了猛进的实力 口碑和收视率双双在线 崔慧祥首次挑战富黑女形象就大收好评 该剧开播三日就要进驻十九国套普十榜 全球非英语节目第三名 更是赢过了热门剧采发家的小儿子 在网飞今日韩剧套普十系列榜单中等地 今日最新消息 网飞热门复仇韩剧黑暗荣耀 下半部确定在3月10日上线 官方也释出了全新巴掌剧照 让剧民们抢先看 崔慧祥饰演的文多恩 在高中时被五人帮霸凌而退学 长大后成功当上主欺负者小孩的班导师 并准备与帮手们进行彻底的报复 下半部也将继续谈那美丽而绝望的复仇之路 多恩主要的复仇对象是 朴彦珍、林志炎士和犬载君朴成勋士 复仇之路的筷子手协助长 朱正、李道县士和江贤男 连辉兰士 还有贤真的老公 和杜丽正成日誓 发现真相后的态度 下半部的故事又会如何展开呢 黑暗荣耀分布播出 短短三天就达成了 2541万小时的观看时间 上线两周后更是直接夺下 全球非英语影集第一名 亚洲方面包含南韩在内 在香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台湾、越南、泰国 也都稳坐冠军 此外在加拿大、墨西哥、巴基 法国、德国等欧美地区 也都在网飞套布时之链 累计观看时数也突破了一亿大关 第一步主要围绕文多恩 苏慧桥高中时期被霸凌 长大后当上老师决心复仇 并逐渐成为正式复仇 做复电的过程展开 在此过程中 文多恩遇到了复仇助力者 慢慢向真正仇人 以表演者为首的霸凌团体进攻 一众眼闷的扎实演技被收好兵 黑化的桥妹很有看透 面容肃静憔悴 唯独一双眼睛大而有神 又透着复仇的坚韧 引得无数剧民们狂乎 姐姐是如此淡定 我看得如此疯狂 不过有剧民表示 文多恩和周如正 李道现世之间的叙事存在遗憾 前者是整部剧的中心人物 后者则是被拒绝多年 却始终欣惜她的吃鸡男 再知道对方的惨况后 薄熙要成为她手中的匕首 两人说肾不肾 说浅也不欠的缘分 让很多剧民认为不足以替对方复仇 甚至到杀人的地步 无法引起大家的共鸣 有种在复仇剧中 硬要加入罗曼式元素的感觉 反倒影响了整部戏的脉络 李道现在黑暗荣耀中 饰演整形外科医生 周如正 出身一生世间的她 在温室中长大 有着清澈善良的笑容 不过却隐藏着 不为人知的伤痛及黑暗面 在剧中为了爱人宋慧桥 宁愿担当复仇计划的筷子手 李道现与宋慧桥的姐弟恋酒和 让黑暗荣耀开播前 其话题不断 不过编剧 金允术在受访时竟透露 李道现原先对单纲 周如正一角没有什么信心 是在金边说服之下 李道现才决定出演 金允术编剧也透露 第一次与李道现见面时 李道现就表示 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品 找上自己 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他 更直言对此感到害怕 不过金允术听完李道现的话 便鼓励他 如果和我一起工作失败的话 不是会有借口吗 所以请和我一起试试吧 李道现也才终于点头答应 画面中可见 宋慧桥苍白的脸 哀伤的妄想远方 李道现为了宋慧桥的复仇计划 进而与正星一下了其对决 霸凌者之一的朴承轩 脸上有伤 表情惊恐 脸灰蓝 泪用满脸是伤的女儿 甚至有一张背景是 丧礼灵填的剧照 让人更加期待第二部 会有怎样的精彩内容 不过电视剧也才演完上半部而已 并且上半部的最后 也描写了周汝正的伤痛 他的父亲是在救治杀人犯时被杀 而杀人犯还只给他写着 内容相同的威胁信 这正是周汝正养成偏激 又执着性格的关键 同时 剧中还出现过周汝正 用手术刀练习杀人的镜头 想必下半部里会有更多的细节 来说服观众周汝正为何 心甘情愿地成为 吻多恩的复仇之人 而非仅仅是靠所谓的爱情 不然单纯靠爱意就替人杀人 难免落入俗套 对于吻多恩 和周汝正之间的感情 韩国王门评诺 其实他俩的感情戏拍得蛮好的 不觉得妨碍剧情 我反而觉得因为周汝正的存在 才让吻多恩更有人情味 周汝正的爸爸死于一场意外 当年的杀人凶手 不仅在监狱中度过平静的日子 还常常寄信给周汝正 描写当年事故的残忍现场 还诅咒他下地狱 让周汝正受到心理创伤 即使定期看心理医生 依旧扶贫不了伤痛 对周汝正来说 每天最平静的时刻 就是当他把泡腾片 丢进水里时的滋滋声 他形容那个神意 向风吹动隐性输液声 像掉落在围起盘上的雨水声 还有他脑海中的复仇画面 漂亮又可爱当然好 如果有心理不是滋味的感觉 就更好 和普通的罗曼是不同 希望有点感慨和惋惜之心 去表达两个人的关系 温多恩和周汝正 两个人都是神处地狱的人 有决心想要报仇的对象 心心向心 可多恩将如何实现复仇 迎来荣耀呢 宋慧桥这次在黑暗荣耀中 展现前所未见的暗黑面貌 演艺高中时遭受残忍霸凌 立下决心复仇的女主角 吻多恩 他将主导霸凌的 眼珍视为梦想 花了17年的时间 重获复仇计划 赌上整个人生 第一季 东恩仍是在为复仇 做准备 还没开始让眼珍尝到苦头 为此第二季 东恩复仇眼珍的手段 成为剧集一大看点 而为了达成目的 投靠多恩的会成 宰君又会怎么走向灭亡 也是第二季引人好奇的发展 不少网友都很期待 看到多恩战胜黑暗 迎来荣耀的那一刻 黑暗荣耀剧中角色比较多 彼此之间也有不同的连结 像是被多恩利用的会成 和被多恩吸引的 何道英 认为自己爱何道英的眼珍 始终爱着眼珍的 宰君等 这些角色关系 都是推进剧情的关键 第二季里 哪些角色会为了达成目的 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都有可能使剧情迎来反转 而经营书编剧在访问中透露 在黑暗荣耀第二季中 截至目前 纠缠在一起的所有关系 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让观众收看时 能够感受到爽快的趣味 曾慧晓也表示 第二季会有更多事情爆发 整体变得更有趣 除了角色关系发展 事业如正的李道仙表示 如果说黑暗荣耀第一季 是多恩自己开始进行计划的故事 第二季的最大看点 就是加害者之间产生的裂缝 光是看着他们打架起内讧 就能够感受到痛快 并好奇起后续剧情 第一季中 多恩最先拉拢的 名物莫名失踪 眼睛成为最大嫌疑人 而自从名物消失之后 无人帮就渐渐开始瓦解 像是第一集尾声 衰落和会城就起了很大的冲突 网友猜测第二季 不止会城成为多恩的棋子 象征女儿抚养权的载君 也会选择投靠多恩 让无人帮面临更多危机 一步步走向灭亡 李道仙演饰演的儒正 有着反差极弹的两种面孔 与人相处时非常和善开朗 只剩下自己一人时 压抑在内心的复仇欲望就会爆发 在夜里一次次演练杀死 杀富凶手的方式 而内心与东恩一样 黑暗的儒正 在得知东恩痛苦的过往后 就马上决定成为他的筷子手 第一季 儒正只有帮忙跟东恩接近 何道一还没有发挥出更多能力 有些WOW也认为高智商的儒正 肯定能够成为东恩身边的超大助力 十分历日好奇 成为筷子手的儒正 会如何帮助东恩实现复仇 而第二季应该会有更多 东恩和儒正的感情线 不少WOW认为 儒正决定帮东恩复仇后 整个人看上去自由了很多 接下来两个人会如何救赎对方 一起摆脱内心阴影 也是第二季的一大看点 不知道擅长感情刻画的级别 这次会不会又有哪句台词爆红呢 该荣耀第一季结尾停在了 何道一询问多恩过往的桥段 何道一想听听看多恩的手法 再决定自己要怎么行动 并没有明确演出 何道一选择站在哪一边 而何道一的选择 也是影响第二季剧情走向的一大关键 今便更剧透 何道一是剧里人生跌倒最谷底的角色 演员这些很好的展现出 绝望愤怒的情绪 预告了第二季何道一的经历 何道一在第一季尾声 得知妻子是霸凌加害者 第二季应该会知道 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 再加上男儿爱而不得的套路 何代表第二季很有可能 就是悲剧男儿的剧本 也就是说 第二季离到现才能真正迎来巅峰 不知道究竟和孙慧桥 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让我们一起期待 希望不要因为情感影响剧情的发展 感谢观看